這位十三我們一定要出來投票 要大大Q票 吹票 五票 十三出來投票 選政倒數不到兩週最後衝刺 賴清德行程跑透透 全國府選催票 根據最新三例準民調 三組政府總統候選人支持度 賴消三十點九 穩居第一 領先侯康的二十七點九 雙方只差三個百分點 柯英則是二十三點八 位居第三 而一定會去投票的跟可能會去投票的選民 預估投票率可以達到七成二 如果以會去投票的族群來做計算 賴消支持度三十三點四 侯康則是二十九點六 領先擴大變成三點八趴 柯英則同樣是第三 另外進一部分析來看 六度部分 賴消大本營在台南高手 侯康則是在雙北桃園最高 柯英是在台中最有優勢 如果從年齡層來看 賴清德在四十到四十九歲 還有六十歲以上族群領先 後遺則是五十到五十九歲 比較吃香 而柯文哲則是二十到三十九歲 支持度最高 至於選民心中的看好度 賴消超過四成六 大幅超車侯康 領先達到二四點四個百分點 不只總統激戰在區立委支持度 國民黨三十五點二 勝過民進黨的二十六點六 以及民眾黨的九點六 另外在部分區立委支持度 換算下來 國民黨有機會拿下十四席 民進黨十一席 民眾黨九席 顯見在立委部分 藍軍相對有優勢 選戰倒數最後關鍵時刻 三方陣營除了固守基本盤 如何擴大票源 爭取中間選民支持 牽動勝負關鍵 下期選擇郭斯文 馬月魂帶來報導